Hello 大家好,我是Junbob 這兩年電腦產業終於找到全新的突破口 所有的高階零組件 它的目標對象只有兩種人 第一種是影音創作者 第二種就是遊戲玩家 那影音創作者是因為工作需要 他必須投資大量的金錢去燒設備 那遊戲玩家他的目標則是不想比你賣 那我自己也是從這兩年開始 有拍片剪片的需求 那發現現在的處理器 它的速度其實都夠 那速度的瓶頸反而是在儲存裝置上面 那影像的佔存檔龐大 而且存取的要求更高 那除了容量要大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快 讀寫都要快 所以我們今天來開箱這款 美光Crucial P5 Plus SSD 它支援的規格是PCIe Gen4 效能高達每秒6600MB 那是專門給高效能的儲存裝置 那適合的是遊戲玩家啦 專業創意工作者啦 以及影像工作者 好那話不多說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種SSD 那價格也非常的亂啊 有時候同規格同容量 價差可以到好幾千 那到底差別在哪裡呢 我這邊簡單科普一下啊 目前SSD的讀寫啊分成非常多種 肉眼可見的接口啊分成SATA M.2 可是包裝盒上面啊甚至還會寫著 NVND HCI 說真的如果不是經常接觸零組件產業的朋友啊 那你在選購的時候就會很模糊 那我在這邊簡單分享一個列表 以速度而言啊 目前最新最快的版本啊 是PCIe Gen 4 也就是PCIe 4.0的版本 那我今天開箱的這顆美光SSD啊 就是採用最新的Gen 4 而且是NVMe的版本 讀取是有到6600 寫入可以到5000 不過買SSD喔 並不是只看速度 我個人啊會更看重它的顆粒 穩定度以及保固維修 那美光啊它也是傳統的記憶體大廠 它會給你豪邁的五年保固 有問題喔 就是直接換新的給你 那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 在購買之後啊 你不要自己把標籤撕掉 這樣會影響保固 那我自己啊 從部落客開始寫文章 從平面跨足到拍影片啊 也是這兩年的事情 那最近才深刻的感受到 影音剪輯的電腦硬體的規格 真的是很硬 真的自己拍片的時候才會發現 這拍影片就是一個大工程 每一支影片都是雙機拍攝 會分成口白啦 B-roll啦 三米側拍啦 那加起來啊 會將近超過40支影片 40G以上的資料量 那我習慣會整個資料夾 然後再複製一份 所以拍一支影片 就會將近有80G的原生資料 這還只是1080p的影片 那拍到4K影片就會更恐怖 所以也就是說 每次在剪輯影片的時候啊 基本上都是在進行資料的反覆讀寫 所以現在電腦效能瓶頸啊 除了處理器 RAM就是SSD最重要 那這顆美光Crucial P5 Plus PCIe的SSD啊 是目前最快的SSD之一 它採用的是PCIe見識的新介面 那這款P5 Plus啊 共推出4種容量 包含500G、1TB以及2TB 那我手上這顆是1TB的版本 那我建議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當然是越大越好 那1TB的性價比是最高的 跟我之前的PCIe 3.0比起來 速度是2倍 那更是廉價SATA SSD的12倍 那如果你要跑到這麼快的速度啊 你自己的平台也要跟上 那像我自己的筆電啊 一共有兩個插槽 M.2插槽 一組是PCIe 4.0 一組是PCIe 3.0 那上面其實都會有標 那你安裝之前啊 要先認清楚 裝錯速度就會上不來 美光它有附上免費的複製軟體 這邊可以用它來做系統轉移 你就不用重灌 那我這邊先略過 那裝好之後啊 我們就立刻來跑一下分數 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到CrystalMark 以及TXBench 那對比一下我目前的桌機速度啊 是根本是差太多了 高影音真的是很燒錢 那接下來我們來用一套 影音測試的常用的軟體 是AJA System Test 它可以測試你的硬碟啊 對於4K 8K的讀寫效能 以及整體的吞吐量 那我們對比一下 你看可以差到這麼多 好看跑分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那接下來我來實際剪輯一支影片 然後來輸出對比一下 那這支3支1080p的影片啊 做三線的剪輯 那渲染輸出一共10分鐘的影片 那總共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那對比我之前的舊電腦啊 是不是差很多 那另外最近PS5啊 也開放SSD的安裝 那如果你有搶到 也買了Sony的會員方案 那遊戲一定會越裝越多 那你就可以替PS5換一條 更快更大的SSD 那另外如果你要裝在PS5上面啊 你可以去買市售的散熱片 然後來裝在SSD上面 這樣對效能會很有幫助 好最後總結一下這個 高速 那實際上用起來會超熱 那熱就會這樣速 那目前我的主力啊是筆電 筆電沒有辦法裝上散熱片 所以那些速度是看得到吃不到 你看這是我目前筆電跑出來的速度 然後為了測出它的極限啊 我也跑去朋友那邊的桌機啊 跑出來的速度啊 它的平台上面有超大的散熱片 加上風扇直吹 所以可以跑出超越原廠標示的速度 代表這顆SSD官宣的速度是比較保守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也正在做影音剪輯啊 暫時還沒有換電腦的預算 可是你又碰到效能瓶頸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直接換掉你的系統碟 美光這條P5 Plus啊 換上去絕對有感 那它支援最新的PCIe Gen 4 那也向下相容PCIe Gen 3啊 雖然這一條其實在市面上來說 並不是最快的 可是它的價格啊 保固啊 以及耐用性 我都覺得相對的合理 那目前我這條1TB在PC用的售價是5250 我覺得真的是蠻值得投資的身材工具 省下轉檔的等待時間啊 可以多好幾分鐘 多接幾個案子 時間就是金錢嘛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想知道什麼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先... loan? 請... 收到選擇... 請... 小一عة 請... by bwd6